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自己的工作 包括今天我做的报告里面 基本上是几个典型的细性能源相关的电极材料 并且电池在工作的时候 在它的表界面会发生一些电化学过程 和表界面电化学过程的研究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电极材料包括什么电极材料呢 一个是燃料电池 就是甲醇直接氧化燃料电池 比如说钵电极 电极材料的研究 还包括锂粒子电池 锂粒子电池 大家都说了多的锂酸铁里 孔酸铃蒙酸里等等的 我们也研究了一种新的材料 另外一个就是跟现在太阳能电池有关系 太阳能电池比如说有这个硅 传统的硅的太阳能电池 也有新型的半导体 太阳能电池 也有这个Flexible 就是柔性的聚合物的 就是Polymer的这样子的太阳能电池 我们做的基本上是跟什么有关系 一种新型的Semiconductor 的这个材料 可用来做将来可能有可能做SolarCell 另外一个主要是用这个就是SPM技术 就是Scanning Prover Microscopy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STM Scanning Tuttening Microscopy 就是扫描隧道显微技术 和这个AFM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原子力显微镜 在原位研究电池工作的时候 表界面有哪一些电话学过程发生 比如说这个电池在工作的时候 上面有电阶值 电阶值会怎么样 这个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的能不能成分变化 有的能不能跑到电机材料里边 就是这样的 这些过程都非常的重要 这些材料也非常的重要 对这个新能源的开发 和对新能源的研究 包括它的基础理论 也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器件 器件就是跟电池有关了 就是电池 这些研究都非常的重要 那你感觉就是说 那人生贴你的那个成分的比例 会不会对它的那个燃料密度 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那不是说这个累多少 或者是成分 主要是这里边牵涉到材料 一个最基本的科学问题 就是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你各种各样的成分 就会影响到这种材料的结构 这个结构不一样的时候 才会影响到性质 当然了你也是改变它 不同组绿的话 就会影响到它的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就会决定它的这个性质 现在和未来的情况 现在和未来的情况 关于中国的社会 的社会主义 我们追求的系统 是 ASE 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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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统 也认为了一位教育的教育 2009年,我们在美国的课程中 在美国的课程中 我们在美国的课程中 您记得这个课程中吗? 是的 非常好 你知不知道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和一个大型的国家 现在我认为1.3亿人 每个两年,我们有一个大型的会训 这一年,我们只结束了一个大型的会训 在瓶琴 我们也认为有很多的研究 非常好的研究 我们也认为了一个细节 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和其他人 我们也认为非常非常均的研究 有上程是香港親身的青 socialisti 而且有 marriage息在玉琳様、香港及其他部份 現在我們身材有七一iche裝置 亞洲的產黨技術 另一部一部首�新的 гор藉厲害 bor藉 everything you know it actually comes with you see the form and this is herocenterization and some new development new measure